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气相当的好 我们就席地而坐吧 一般人都觉得 只有佛道两家 才好谈因果 也有些人认为 是迷信而加以排斥 甚至认为 轮回是无稽之谈 昨天我们已经将 玉利宝钞的内容详实地研读 相信大家应该有很大的收获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些 因果故事 这些故事都是 历代善心注印玉利的人 将身边所见所闻的 真实事件记录下来的 相信听完之后 你们就会更加相信 因果的报应 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嘉靖年间 江西南昌府熊赵鼎先生 幼年即研习内科与外科医术 十九岁那年 曾捧读玉利 见到在第二殿的张剧内有说 若外诊含糊 辩证不精确 利用不识药物来谋取利益 应在本殿发入活大地狱受苦 再另发小地狱受苦 又有诗药救济多人 及超传玉利 说与世人知晓 必令警惕痛改前非等话 从此之后 发大信心 不计较财力 不必寒暑 不先赋厚贫 欲有违证 必须使用人参 但是病家贫穷买不起的 就暗中将人参磨成细末 混在其他的药中 以建价卖给病家治病 而将富家做酬谢的金钱 救济极难的病患 如果遇到荒年 就步行出诊 绝不做教子 他的夫人也十分贤能 无不顺从丈夫行善的意愿 冬天 即使穿着粗质的葛布衣裙 也毫无怨言 八十岁那年生日当天 忽然见到厅堂上高悬着一幅 红灵的报单 上写金字说 奉天地命 雄赵鼎赴福建省城隍私任 三天后 一厢绕世 于是沐浴更衣 端坐而逝 他的子孙到现在 越来越畅旺 柯甲连绵 在当地十分荣耀 因果露云 要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要知后世果 今生作者是 国史千百节 夜报无影响 因缘会遇时 何以吴先生 昆山许竹亭先生 是阎文进宫的木友 当时江苏浙江水灾泛滥 民生疾苦 他建议上级 发仓救灾 救活无数的人 儿子 开季先生 在民司宗 崇祯年间 遇到强盗 掳来数百位妇女 关在徐家 并开季先生看守 他全部赠送路费 偷偷地放走 并且放火烧掉 自己的房子 以去除强盗的疑心 免得追杀那些妇女 放火时 爆出玉丽的书板 带着全家 必到于泰仓 贫生印诵的玉丽 无法计算其数 生三子 长子名前学 是康熙更续年的探花 观至上书 次子名炳毅 是魁丑年的探花 观至侍郎 三子名原文 是状元宰相 徐前学生了五个儿子 都考上进士 徐树谷 是康熙遗丑科 徐久 是康熙仁虚科 徐树敏 是魁威科 徐树平 是奇丑科 徐骏 是魁四科 文昌帝君曰 玉广福田 须贫心地 心时时之方便 做种种之英功 又曰 尽报则在自己 远报则在儿孙 湖北汉阳县的 刘祖太子记 我年江二十岁时 忽然得到呕血症 一天发病三四次 一共缠绵了三年 百方无效 因为看善书 其中有戒食牛肉 狗肉 可保佑百坏的记载 立即随着导求 发愿 切食牛肉 狗肉 不到十天 欧血症果然好了 后来直到二十八岁 未生一子 于是 诚心尽习自制 凡是有自的制 都不让无损 定会搜集焚烧 经过两年 到庚子年 果然生了个儿子 可是不到一周岁 忽然患病 医药无效 全家惊慌惶恐 当夜导寇造神 愿意印诵百本玉帝 答应在冬月初一日 失送 第二天 病就好了 到了冬月初一日 因为钱 未准备足 来不及当天印诵 儿子的病 又复发 我又向造神申诉 答应初四日 一定印诵 第二天病又好了 到了初四日的早上 天气阴沉 我预定往省城购买 所印的书 过江时 船夫告诉我 江上风雨太大 我心意已决 就登船出航 船行着江心 突然波浪汹涌 大雨倾盆而下 船的帆布 桅杆都折断 我心中暗暗倒求 神明保佑 不要沉船 不久 果然风雨晴朗 傍晚时到达省城 等曲书分送完回到家 儿子已在门前嬉笑玩耍了 这件事 足以睁验 印证玉利 确实可以纠结整围 风凶化吉 记录在此 作为喜好行善者的见证 冬月大地回生宝训曰 一日行善 福虽未至 或自原已 一日行恶 或虽未至 福自原已 行善之人 如春圆之草 不见其掌 日有所增 作恶之人 如磨刀之石 不见其损 日有所亏 损人立即 窃宜戒之 台州印上书 当他还在山中读书时 有一天 正点着灯 超炉玉利 突然听到鬼在交谈说 某某某人的太太 因为丈夫长久客居在外 未回家 公婆逼他改嫁 但是这位富人家 十分贞洁 执意不肯 明天晚上被逼不过 会上吊自杀 我可以找到挺身了 印上书第二天早上去打听 果然是真有其事 于是回到读书处 暗中将祖先遗留下来的名琴 古叶卖掉 得银四两 又好心的魏托 是这妇人的丈夫 起了一封家书 安慰太太 并寄四两银子回家 她的公婆接到信 相信儿子平安 也就不再逼媳妇改嫁 自然不用上吊自杀了 不久 她的先生竟然真的回家团聚 按照常理 我应该可以找到替死鬼的 没想到这个秀才 竟然破坏了我的好事 那就找她报复 嫁祸给她呀 不行不行 她长抄 玉力宝抄却是 又存着救人的慈悲之心 上天已赤命大作 应得上书了 我哪敢嫁祸于她啊 后来应先生 果然观智上书 未远禅诗云 聪明 不能敌业 富贵 难免轮回 夏建模 是前堂有名的孝莲 她自己记载 印证玉丽的经过如下 我在嘉庆二十三年 务以年 在高家的宣寿炉做客 翻检架上的旧书 发现玉力传超本一册 阅读后 深感其中所述 皆是必然道理 所写的情形 也不能认为是虚无乌有 而且词语浅显 即使是知识不高的人 都可看懂 因此 立愿印诵百册 过了几天 在家阅读 觉得其中所写的事情 似乎有些虚淡 毕竟不是一个读书人 所示意谈的 于是前日的怨心 立即席止 心中不再记挂 引书的事 考其道 匆匆忙忙的入场 三场考完 回家后 想到在考场中 引述经书的话 有两句不很恰当 恐怕落榜 心中非常懊恼 就这样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梦中出现一位 衣冠俨然的文人 戴着高高的头巾 长长的虚染 有点像东坡先生 我赶紧将试卷 以及前途的事 请教于他 蒙他开始 你的为人 我平时就很熟悉 从今天开始 考试必然可以重磅 何必多虑呢 只是你前几天见到玉丽 并发愿传抄的事 何不及早做 分送他人 以广劝话呢 我这时就已忘记此事 经他提醒 很惶恐地请示说 玉丽的内容 恐怕不一定是真的 阴丽的地狱 基于人心之地狱也 人心如果没有造地狱的恶念 然后阴丽的地狱 才有可能空 民里人为何见不到 这一层道理呢 赶快引送 不要多疑 在惊恐中醒来 不敢告诉其他的人 等到放榜 果然侥幸考中 因此马上印诵白本 并且记录以上的梦境 作为正业 佛教的时来记说 端正者从忍辱中来 贫穷者从千摊中来 高位者从礼拜中来 下贱者从娇慢中来 阴雅者从诽谤中来 盲龙者从不幸中来 长寿者从慈悲中来 短命者从杀身中来 猪根不拒者从破戒中来 六根拒足者从持戒中来 江夏县李渔纯的李全泰先生刺激说 我一向患有落血症 去年冬天复发 并是十分危急 内兄江淮卿前来为我诊疗 提到印诵玉丽的感应 马上拿起友人以前所诵 但却一直被我树枝高格的玉丽 详细阅读后就心许印诵 立刻感觉满口今生 落血已随之停止 实在是一念的虔诚与感触 必有所感召神明 于是法院印诵五十本 并备妥书文向造神虔诚祈祷 并就逐渐痊愈了 我心想 人与神原来是相依存的 所谓极心极神 就是此意 因此心中祈求 假若近日内能脱去所有的病苦 一定再印足一百本 想完不觉浮在枕上 沉沉睡去 睡梦中 见一位医生告诉我 你的病必须服用四五汤 一天四伏 心后十分惊讶 神所指示的 竟然就是江先生所开的方子 就遵照指示服用 不到十天 连以前全部红翅 气喘等病都一概净除 饮食也恢复正常 玉丽感应的速度 竟然是如此的快捷啊 庙国老和尚云 三宝门中福好修 一文施舍万文收 不幸但看梁武帝 曾施一立管山河 袁德初 是四川友扬州人 七岁丧父 家庭富饶 母亲少事 因为德初儿时 长得太瘦又多病 十分忧愁 一日 看到食疗的书 记载 肥嫩鸡汤 能补养元气 从此每炖饭 必杀一两只鸡 炖成肉汤鸡精 给袁德初吃补 并且养了很多小鸡 天天挖寻小虫喂鸡 等鸡长得壮硕了来啥 袁德初十五岁那年 母亲忽然患了皮柱的病 变身如同虫在钻 鸡在啄 痛苦地卧床不起 德初阅读剂多 见到母亲患病 知道是罪孽的报应 立即禁止用人在杀鸡 母亲生病日久 毫无起色 临终之时 发出虫的鸡鸡声 与鸡的啼叫声 并且自己用手 爬碎皮肉 哀嚎致死 得出见词惨状 气下 母亲为了不要我的身体 才会遭此饿死的报应 我应该戒杀利得 以赎不孝之罪 于是发怨戒杀 过了一年多 有位出嫁到钱家的堂姐 凝孤生产时 血崩而亡 昏被射到第一殿 阎王阅览凝孤的资料 知道是犯过 因死于生产的难关 正要押送第二殿时 有一名官 重新检查布局后 发现钱元氏 曾劝指公婆 不要焚烧枯树中的 重以三次 又选丈夫堪议 妙法莲华经 并印诵谢沙文 五千章等善行 造神上奏天庭 以准语增寿三十五年 阎王文后 立即命鬼族 以送还阳 寅姑刚出殿门 听到一声 激烈的叫声 寅姑 救我 见到一位 捧撒着头发 疲劣血流的妇人 在叫她 仔细一看 原来是得出的母亲 邵氏 我在人间 受报十分痛苦 回阳后 一定要吩咐我而得出 多做些实在的好事 输去我的罪 我会在梦中 与她相见为证 说完 由于赤法鬼 执着钢叉 插住她的咽喉 脱走 宁姑惊吓之余 魂归本体 突然复苏 就将阴间所见的事 传于得出之道 有一天 得出到妻子娘家做客 偶然在书籍中 找到一本 玉丽的古本 十分喜悦 就带回抄写 希望救度母亲 脱离地狱 约一年余 共抄了一百二十几本 当分诵流传到 第一百零八本时 当天梦见母亲 以手 俯着她的手背说 得出 你真的好孝顺 我今天得以 出离最苦 全凭着你流传 玉丽的功德 世间男女 见到你这些书 而知作警惕的 有四十九人 现在阎王答应我 托梦给你 作为行善的验证 得出 你也可以增长 受算 得出 哭着问王父 现在投生何处 母亲回答说 因为在世 生活富裕 享受福分太多 早已投生 人生 当穷 书生去了 又由于 字小 注解 习及英国 报应等的 善书 欠仙贵 得出 醒后 就跟妻子 细数 梦中的情景 这都是由于你 整天抄写玉丽 着魔在心 才会做着离奇古怪的梦 天亮后 得出为了证实 就到母亲的坟墓 坟箱祈祷说 而昨天晚上梦见母亲 可是不知所梦是真是假 假如能再入梦一次 而并有信心了 这晚睡后 又见母亲前来 很生气地指着媳妇失事说 你嫌丈夫整天朝玉丽 没空陪你 曾暗中撤碎五本 善事几乎被你破坏 现在获报不远 还敢唆使政府 怀疑梦记 你真是不吉利的女人哪 得出惊醒后 询问妻子 是否有扯碎玉丽的事 你真的是着魔了 据我看来 有三件事不必信 第一件 我们家戒杀 从不买活的 生灵动物进厨房 就像森林一般 第二件呢 我们家每天烧香 又请和尚道士来诵经 拜颤 依我看 这是浪费钱财 毫无作用 否则 哪有人死十多年后 仍然在因私受罪的道理呢 第三件 你抄的书啊 都是亲手抄 亲手分送 剩下的也所藏在柜子里 我也从没有看过 哪有可能扯碎呢 你却相信梦境中 母亲所说的话 我看啊 你真的是超血玉丽 着魔了 只恐怕早晚要疯癫起来 得出听后又半信半疑了 到了晚上 此罪太重了 灾祸已在跟前 得出被坚醒 失事被吓得睁开眼睛 得出再次询问妻子 有否歧视 相信就有 不信就没有 刚说完 忽然眼见一大黑圈滚进床内 不觉战力发动 事事章口结舌地向丈夫说 以后你就用心多抄写 几百卷玉类吧 我 我宁可信其友 不敢信其武 得出文后 一方面心中了然妻子 果然有损毁玉丽 母梦亦非假 另一方面暗中高兴母亲 得以因此投身伏地 脱离轨道 从此 持性玉丽更加坚定 同时妻子已怀孕 恐怕祸报临头 母子不安 真是欢愁病生 这天晚上 失事遍体发热 背痛难忍 即请医师来诊治 嗯 患处有红肿 有血光 而且脸白纯青 正属阴险难治 何况怀孕已久 不便服药攻下 得出正在犹豫 忽然七弟师父来家 堂姐凝固也来了 见此急症 无不经聚 相问之下 原来昨晚都做了同样的梦 师父便解说 扯碎玉丽五卷的事确实有 罪孽浩大 应该祈求神明的宽佑 得出就奔入厨房 向造神发誓礼乐 待期抄写 百卷流传 以补偿先前的罪过 这时失事也从昏迷中苏醒 并醒悟忏悔 发愿拿出所有积蓄 请人广超玉丽 来为自己赎罪 说完隐约见一位 穿黑衣新冠的人入内 向床一扶 黑色的影圈就散了 午后 身体热退 背上的硬块也消了 不再痛苦 第二天 产下白白胖胖的男孩 母子都平安 这件事得出不敢隐瞒 凡是自超玉丽 及请人代超的玉丽 都将此事录于书末 现身说法 使人人之所警惕 人人遵从相信 而失事本来是玉丽的罪人 竟转而成为 玉丽的功臣仪 悚然僧云 一毫之善 与人方便 一毫之恶 劝人莫作 衣食随缘 自然快乐 算什么命 问什么谱 欺人是祸 饶人是福 天网灰灰 报应书宿 地听无言 物字请父 唐尔执迷 中舵六畜 发生 演员 后宣告 谁啊 把你认为 我认为 你认为 我认为 他有什么好处